常常都會點名到人家嘛 所以他今天要來這邊跟大家說對不起 是不是 真的嗎 徐懷怡凱 只要臉蛋好看就可以當歌星 啊你講過他們的啊 你知道啊 年輕氣盛 然後覺得分世忌俗 過去啦 過去的事 然後再來是林志玲 首歌我覺得還好 那首歌只是稍微調侃一下而已 我覺得那首歌其實我覺得還好 是吧 所以其他以前就很好 然後還講 王毅宏說 他是華語歌壇救世主 所以榮耀都歸他 是OK啊 人家很傑出啊 對啊 所以我也講出來而已啊 但你是Gay的味道 人家了嗎 我沒有 我這樣講人家 其實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在舞台上表演都會很嗨 但是也有講對的 剛剛都沒有講人家 像這個難道叫他們來這裡對嘴嗎 這個是講對的 這個是在說誰啊 那個2266啊 您還覺得就是說 在說唱界還有誰會比較適合當導師呢 我覺得很多歌手他可能 HIPHOP音樂他有底子 或者是他有在嘗試 有在做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啊 對就比如說我覺得周杰倫其實就可以啊 周杰倫 對 陳冠希也可以 陳冠希 你看來看一下就是飄平所有的都在打陳冠希 對 我覺得歐陽晉也可以啊 歐陽晉 王力宏也可以啊 其實很多都可以啊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哦